变了 我觉得网络真的变了 以前网络是一个敢于去吐槽 敢于去说实话的地方 不知道现在为什么 你就像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 奔驰车 铝焕缸 是吧 好多的一些个 我看一些个汽车博主 他为了自身的一个利益也好 干什么也好 他不敢点名道姓的去说品牌 你比方说大众的车 哪个哪个车 你比方说国产车 也没有人敢跳出来说华为手机不好 也没有人说点信道明了 就敢说了 怎么了 难道缺点就是 要被这种网络去遗忘吗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你不能是做什么事也好 你包括老花一也好 他也有做得不到的地方 也应该敬得起批评 也应该敬得起别人点名道姓的去说 我觉得一个企业的进步 一个产品的进步 或者是一个品牌的进步 亦或者是一个民族的进步 是应该有一个公平公正 一个相对自由的一个言论 而就是敢说敢做敢担当 你看现在怎么了 我不知道做化妆品的也好 做什么的也好 不知道整个网络也好 尤其是自己做得越大了 越害怕越不敢说实话了 我也怀疑我自己胆子小了 随着自己粉丝越来越多了 全网差不多有100万了 变得自己唯唯诺诺 不敢得罪那个 不敢得罪那 不敢得罪这个了 我是在想是我变了 还是我们变了 或者是网络变了 我希望找回来我年轻热血的那个劲 在这个花卉这个行业里边 能够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当然同样是需要花友们的支持 非常非常感谢花友们 一路支持到至今 以后我会继续那样子 说自己的实话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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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